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资过的股票族有 都应该很清楚和知道 这句其实在80年代出现了 五穷 六绝 七翻新 这个这么传奇 但又不多准的理论里面 其实就是股市 大多数的上市公司 在3月通常会去结算 除静了派息之后 股市就会到5月 就开始下跌 6月还跌得更厉害 去到7月才有机会翻新 这个 都市传说的另一个说法 是关于电影市场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香港的家长 紧张自己的子女学业 达到巅峰的状态 所以通常是5月 近学期尾 准备大考 就要博美温书 努力温习 6月就考试 7月就可以去玩 因为暑假 所以对电影市场来说 也有相同意义 但实情 5穷6转7翻新 在19世纪 香港的转口贸易行业 已经出现了 以前在未有 蒸汽轮船之前 运输主要是靠帆船 那些船 都要靠北面吹下来的 季后风 吹着船离开香港 去南洋等地 5月就开始吹南风 雙船也行不到 而且6月更加是台风的季节 更加出不了船 生意很胆 很惨 就算你有货 过完端午节 正所谓就是 一节淡三虚 再加上6月又没什么大节 6月没什么大节 所以运货和零售市场 一齐就像死城那样 没有货没有生意做 无法就喝少两杯 天气又转热 牵连甚广 要到7月 南风将来自南洋的商船 带来香港 7月7 又有7只节 14月又有余兰节 又有神功气 长游等等的节兴 多了人去街街 出得街当然会消费 市场才会复苏 之后又有中秋节 又准备过年 所以五穷六拙失翻身 一早就出现了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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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